你们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 在八十年代 李以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教书的时候 他为什么非常重视 学习三弦的学生 必须练习各种音阶和爬音 那么以下我给大家总结几点 第一点 学生可以熟悉三弦的整体音域 第二点 熟悉左手的换把运行方向 和左手实情的方法 第三点 理解左右手子序和弦序的 上下行排列的逻辑性 第四点 就是要训练耳朵的音准反应 第五点 就是要与现代音乐创作接轨 融入现代音乐的世界里去 现在我给大家示范团的音乐的音乐 激大调的慢速音阶练习 第五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在大家练习音阶的时候 要注意在换把的时候 譬如说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第二条 基大调和一小调的音阶以及爬音练习 这是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电教科 为李宇先生徐凤霞师生合作的三弦教学影片而设置的 音响效果不是太好 但是至少你们可以了解 在8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三弦教育事业是非常朝前的 音响效果是非常朝前的音响效果 音响效果是非常朝前的音响效果 您看说明诇 这将我们在这边做早餐的音响效果 甚至是很明显 这将常演唱的音响效果 您就用材料 看看 今天这部表面的音响效果 是梦克 木材料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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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